好 先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新的軟體叫做Coreway Coreway這個新的軟體 先點進來 這是一個拨號的一個介面 全新的一個拨號的介面 跟我們內建的差蠻多的 反應速度相當的快 我們只要在這鍵盤上面輸入一些關鍵字 它就會跑上來 我們想要找的資訊 譬如說我想要找GIMMY 按25下面有個J 就是T9的那種輸入方式 按一個 關於J的全部都出來了 關於J的全部都出來了 你可以繼續答 JI還在4 GIMMY的都出現了 MNY 就剩下JIMMY的了 找Sony的話呢 就找S S Sony的就全部都出來了 好 這是快速的一個拨號方式 那我也可以把建立一些 Favorite 喜歡的 常用的電話 譬如說Sony 是常用的 我再點它 欸 沒有點到 好 就會有Sony的個人的圖片啦 電話號碼 或者說我把它加入成 我的最愛 好 選擇一個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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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它就被我加入的最愛咯 完成 好 那我們接著把號碼清掉 左邊這一排 就會是 我們的 我們的最長達的一些號碼 好 My favorite 最愛 這邊最多可以有100筆 你的最最最最愛資料 好 那另外呢 右邊這邊 就是 Racons 這就是我們的最近 播進來的電話的 的次序 我們來播一個號碼 試試看 好 我們也可以直接這邊輸入電話號碼 098 跟有關的098的 就全部都出來了 好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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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結束 好 欸 好 它現在有一個比較 你知的這個限制就是說 它不能去呼叫原本電話的 call log 這個是SDK所名定禁止的功能 所以說你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 去呼叫 call log 但是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新增通訊錄 它跟groups的差別就在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去 在這個地方幫你的通訊錄分類 但是你可以透過你輸入的這個 減碼 我按的太快了 再來一次 減碼的部分 我來看一下我們的減碼是多少 群組 6 8 9 有沒有看到我在群組前面 名字前面設定的一些數字 9 8 6 這些有沒有 好 所以呢我們去來這個地方試試看 啊 譬如說我要找6 要簽訂啊 6 好 關於餐廳的這些電話簿就都在這裡了 好 好 或者是8 有沒有 8 就是Service電話 好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是剛剛有沒有 欸 有來電紀錄喔 我們在這邊就會顯示 好 那這個之外呢 其實它就是提供了方便撥好的一個設定 那這邊有很多選擇 功能選擇 可以讓你設定 這個 口尾的一些 一些功能 那還可以設定1到9的速波 所以速波就是 Fast style 好 比如說我們按著1不放要出現 撥打誰的電話 就在這個地方設定 好 我們 欸 我剛剛看到黑子幕呢 好 金米修好了 我們先做一個Sample 好 假設這個號碼 也選錯了 好 電話 好 按下去就會撥打電話 我們來試試看 按著1不要放 那就出現 快速撥好3 2 1 好 5號 問你要不要通話 就會撥出去了 這就是所謂的速波 這邊的Reason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最近的紀錄 這還可以改變順序 我的最愛 最多可以擺筆 可以露露燈 左右邊是不同的 不同的 這個 內容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沒有 這個 目前的資料裡面沒有其他 的 02的 02的電話就全部出來了 好 還記得 還沒看到 他前面都有照片 好 押押押押肉根 點進來 我們可以 map 點map 地址 地址 好 好 他就在地圖上面顯示出來 他所在的位置 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他前方還多了這個小人 表示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做 就可以做這個 Google的 Street View 看看你想要去的地方 是不是就在這個地方 好 好 北壓壓 跟你在哪裡啊 應該在這裡 應該這樣子 沒錯在這裡 對 按下面這個 圓形的這個按鈕 的方位 好 就可以回來了 好 這就是我們新跟大家推薦的 CoVe的一個撥號軟體 他沒有辦法完全取代原本的電話功能 但是呢 他可以提供你更方便的撥號方式 有一張 我由